Colee & Veneta 你好 我想問你今次是否第一次創業 是的 真的第一次 所以都很緊張 業務範圍包裹哪些 我們公司叫做天順上創文化 所以我們做的工作 最主要是跟文化、藝術、娛樂有關 我們現在有線上線下兩方面的業務 先說線下 先下我們有文化藝術展覽 宣發公開的東西 另外也有音樂活動 有一些年輕的音樂演唱會、演出 正常大家的普通娛樂活動 我們也會有辦的 音樂活動 為何突然間你有興趣開這個公司呢? 這個要說回二十年前 其實我本身讀書是讀媒體的 我是讀大眾傳播 而我當時還要讀娛樂業 我的理想和志願是希望做媒體 是啊 但我剛畢業後 其實我也有在電視台 以及在媒體公司工作了兩三年 但當時真的非常不景氣 所以我就轉了行 就做了另外的行業 但那個初心仍然存在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一行 所以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在疫情期間 其實這個疫情對我的影響都挺大的 因為我就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甚麼事都會發生 如果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做 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剛好在那幾年 有朋友都一直做媒體傳播 多了機會去參與這些活動 他們也有鼓勵 他們也鼓勵 既然你有這麼有心 這麼喜歡 也有興趣做這件事 不如你試試自己創業 去開拓這個市場 那時候我還未完結了疫情 但就開展了這個公司 公司的未來大計會怎樣 未來其實我們一直線下的活動 一直會繼續做 還有希望可以再做多元化 還有再做大型一點的活動 這是其一 我們剛剛也做了一個 我也很想說的 就是千手千眼觀音 就是中國殘疾人藝團來了香港 他們今次香港的整個production 都是我們去贊助的 是很感動的一件事 我自己看完都哭到不得了 我很希望可以繼續做多些 這種藝術的活動 可以帶給大家知道 其實無論哪個人 其實我自己覺得 藝術這件事 是無分國籍 無分年齡 無分界別 所以誰都可以一起去創作 導工沒有支持你創業 有時會不會說 老婆你這麼辛苦 不如我來幫你走 兩夫妻一起上去 這樣應該不會了 因為她比我更加辛苦 那她這麼大的家業 當然要很忙 比我大那麼多 我都會說 你做好你的事 已經是為了社會貢獻了很多 所以她的支持 已經是很好 所以我經常都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 她是很適合做 她現在做的事 而她也做得非常好 很結出 所以我說 我就支持她 繼續做她現在做的事 她又支持我 我適合做的事 大家互相支持 已經是最好的組合了 平時你有沒有做過甚麼 很窩心的連理 你們兩婆 有啊 我兒子試過一次 是沒有親切的時候 就打算給我驚喜 找了我朋友 他自己打給我朋友 然後就說想訂蛋糕 然後訂了一個很大的 母親切蛋糕給我 但是呢 因為他們是自己出錢的 然後他們三個一起合錢 不知道是否數計算不清楚 但中間我就聽到他們 好像在那裡有些爭拗 然後我就說 怎麼了 但因為呢 為了要保密 因為要保持那個驚喜 他們就說 沒事啊我們沒事 然後就不知怎麽說了一個理由 哥哥就要承受了給我罵 我說 我問你這麽大勢 你花了錢的嗎 類似這樣 所以說他可能在買閃卡 還是買了些甚麼 然後我說 這麼貴買一張卡 給我罵了一下 但原來 那些錢是去哪裏呢 原來就是買了一個蛋糕給我 這個我真的很感動